楚妹在水中心想 自己得先甩掉身后跟着的刺客 要到岸上去 还好楚妹的轻功够好 正要落到岸上 有人突然抓住了楚妹的脚腕 楚妹猛地回头 竟然是裴少男 楚妹扶着裴少男上岸 正问着你 怎么会在这里 身后的绝情便挥了下来 裴少男挡在楚妹身前 让楚妹别管她快走 裴少男硬生生受了这一边 直接吐了血 楚妹见刺客已经追上来了 急忙将袖中的银针甩了出去 现在不能跟她对上 楚妹赶紧扶着裴少男逃离 那毒针撑不了多久的 那刺客怕事一会儿就能追上 楚妹将裴少男扶进树林 告诉她 自己要给她把绝情便取出来 道次都扎进肉里了 忍着点别出声 裴少男这时还在开玩笑说 都受了这么重的伤了 还不让叫两声吗 楚妹表示 你要是想把刺客喊过来 可以尽情身影 裴少男让楚妹取出来吧 身影是有必要场合的 楚妹见裴少男还有心思开玩笑 相比精神还好 将绝情便取出来后 楚妹撕了一脚裙摆 给裴少男包扎问她 为什么会在这里 裴少男笑说 当然是记挂朋友 本来想英雄救美 没想到 出球返被楚妹救了 楚妹说 刚才体力消耗太大 先找个地方休息 他们躲在一块山石后 楚妹注意到 刚才的刺客跌跌撞撞地赶来 看来毒针的作用还没消退 楚妹趁机将绝情便挥向刺客 将他打倒在地 逼问他 是不是天杀阁的人 那刺客嘲讽说 北辰王想把他们一网打尽 没想到落入了迷阵 找到了总部又能怎么样 反正出不来了 一会儿他的同伴也要来了 你们也别想活 楚妹心惊 拓拔肾被困住了 逼问刺客 你们的总部在哪里 不等刺客回话 就听见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刺客得意地说 他的同伴来了 你们等死吧 身后一柄飞镖 袭来正宗刺客 一击毙命 楚妹看着赶来的身影 有些紧张 是谁 来人正是拓拔肾 楚妹无法克制地有些高兴 喊了一声王爷 随后又清醒过来 心想磕情之呢 放着他不管吗 拓拔肾问楚妹有没有受伤 楚妹说自己没事 其他人呢 内心有些失落 何必假装在意我 拓拔肾回答说 其他人应该都在船上 楚妹对拓拔肾说 还好您及时赶到了 小侯爷受伤了 咱们带他回去吧 话音未落 楚妹突然感觉一阵头晕 眼前天旋地转 随后晕倒在拓拔肾的怀里 裴少男焦急地上前 问楚妹怎么了 拓拔肾回应 说他身体虚弱 需要休息 裴少男当即就要赶紧回去 拓拔肾问他 现在能走吗 裴少男捂着伤口 虚弱地硬称说 没问题 楚妹昏迷中 还在念着王爷 拓拔肾握住了楚妹的手 楚妹陷入了梦境 梦里楚妹跌入水中 拓拔肾伸伸出手 想要抓住楚妹 却扑了个空 楚妹心里期盼着 拓拔肾能够下水救她 却看见柯情之的手 搭上了拓拔肾的肩膀 那是落水前 喊着拓拔肾 拓拔肾急忙回应他 楚妹惊醒过来说 王爷还能想起自己 真是让他受宠落惊 一时间百感交集 楚妹又问起 柯情之的情况 有些嘲讽说 自己落水时 不见拓拔肾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 拓拔肾放下楚妹 问他这时 因为自己没有先救他 所以生气了 解释说 自己看到楚妹被拖下水 想要去救 却扑了个空 我一直在找你 拓拔肾抚摸着楚妹的头 对他说自己认定的王妃 只有楚妹一个 不会抛下他的 这时裴少男见楚妹醒了 捂着伤走过来 楚妹连忙上前 问裴少男怎么样了 裴少男看着脸 已经很黑的拓拔肾 连忙摆手示意自己没事 拓拔肾把楚妹重新拽回怀里 告诉楚妹说 附近的杀手 已经都被他解决掉了 不会有什么危险 等裴少男缓过来一些 就和他一起去船上吧 那里会比较安全 楚妹有些担忧地问拓拔肾 不和他们一起回去吗 拓拔肾说 再往前走 就是天沙阁的老巢 自己这次来就是为了铲除他们 楚妹表示 自己想与他同去 也好有个照应 拓拔肾拒绝说 此刻天沙阁杀手齐聚 十分危险 楚妹只能看着拓拔肾离去的背影 嘱咐他保重 楚妹看着拓拔肾已经走远 对裴少男说 让他在原地等待 自己去协助王爷 剿灭了天沙阁 就回来接他 裴少男连忙制止说 拓拔肾特地交代过 楚妹不让他去 而且你现在身体虚弱 怎么能去 楚妹活动着 筋骨坚定地说 他是我的夫君 自然是不能让他只身负险 他不让我去 我偏要去 裴少男愣了一瞬笑着说 无论楚妹做什么 自己都会挺他 楚妹回头笑着说 所以你是我的好兄弟啊 说完 刘裴少男一个人在原地沉默 好兄弟 楚妹朝着天沙阁总部急驰 正好碰见负责守卫的杀手 三根毒针解决了他后 楚妹换上了杀手的衣服 心里有些疑惑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天沙阁的总部 真的设在这里 为什么守卫的力量会如此薄弱 再往前走景色骤然变化 刚才还是荒山 这里竟然出现了桃花 现在是秋天 怎么会出现桃花 突然身边的景物发生了变动 能随着人的想法改变 这是迷阵 一个人影冲楚妹袭来 楚妹错身躲过 那身影竟然消失不见了 楚妹喃喃地判断说 迷阵中隐藏杀手 这是天沙大阵 不好 这肯定是他们专门为了对付 王爷设下的 拓跋肾有危险 得赶紧找到他 楚妹踩着轻弓四处巡视 正好在前面看见拓跋肾的身影 楚妹高兴地喊他 拓跋肾感叹说 没想到这天沙大阵的幻想 竟然这么真实 居然声音都和楚妹的一模一样 拓跋肾将手中的短刀 朝楚妹扔出 楚妹躲过后 急忙告诉拓跋肾 是我呀 拓跋肾不仅没信 还快速闪到楚妹身前 刀尖离楚妹的脖子 近在咫尺 拓跋肾逼问身前人究竟是谁 楚妹握住了拓跋肾拿刀的手腕 连忙解开了自己的面罩 露出自己的脸问拓跋肾 王爷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吗 拓跋肾表示信不了一点 周妹说你 只是幻想 休想骗我 这种幻术 能把别人当做自己最想见的人 你究竟是谁 听到这楚妹 反倒有些害羞了 拓跋肾刚才说他最想见的人是自己 楚妹露出自己最真诚的笑容 说原来王爷最想见到的人就是我 那么 还真是无比荣幸了 拓跋肾看着面前熟悉的笑容 真的是他 拓跋肾着急地问他 为什么要跟来 楚妹笑着说 他们若是想用幻阵对付王爷 那王爷就需要我 这是突然刺客从四面八方冒出来 拓跋肾想要将楚妹护在身后 楚妹笑着提醒拓跋肾说中间为真 左右两边的都是幻想 拓跋肾闻言将中间的刺客一击毙命 拓跋肾问楚妹他 竟然能分辨真假吗 楚妹给拓跋肾讲解说自己修行的就是幻术 这天杀阵虽然凶险 我虽然不能完全破解 但是这阵中杀手是真是假 还是可以分辨得出来的 不料身后竟窜出一个杀手 想要偷袭楚妹 拓跋肾带着楚妹堪堪躲过 将那杀手毙命 拓跋肾自己也受了伤 楚妹有些担心 拓跋肾安慰说只是小伤 不碍事的 楚妹却对拓跋肾说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黑衣人层出不穷 这是想将我们耗死在这里 拓跋肾接过话题说 只要找到持阵之人 就能破解此阵 楚妹闭上眼睛开始运功 持阵之人必在沙阵的中央 楚妹尝试着寻找他的位置 搜寻片刻 楚妹猛地睁眼 东南方十里 拓跋肾当即带着楚妹赶往 到了地方 只见一个穿着轻衣的女子 等在原地 像平常打招呼一样 又见面了 北辰王拓跋肾 楚妹告诉拓跋肾 就是他了 拓跋肾意料之中 果然是你 碧落 拓跋肾将两把飞镳甩向碧落 令人惊讶的是碧落并没有躲闪 而是硬生生接住了这两机 他说他躲不掉 他的武功三年前就被我废掉了 拓跋肾向前一步 质问碧落说 向黄泉发布任务 刺杀我的人究竟是谁 碧落口吐鲜血笑着痛快地说 北辰王这是 为了自己问 还是为了那个死掉的蠢女人柯瑜问 最爱的女人为了自己 而死却到现在都不能为他报仇 你活该 拓跋肾听到柯瑜的名字后暴怒 掐住碧落的脖子 怒吼说你不配喊他的名字 楚妹想拓跋肾 果然还是忘不掉柯瑜 看着有些失去理智的拓跋肾楚妹 赶紧上前 阻止说应该把碧落带回去做诱饵 只要他招了 就能引出他身后的人出来灭口 碧落笑着说 王妃还是省些力气吧 这一切都是 北辰王自己作孽太多 可余的死就是报应 拓跋肾害得我国破家王 没有人指示我 我自己想要杀他 新晋王朝的繁华 有多少北辰王的丰功伟绩 他脚下就有多少白骨 死了我还会有千千万万人 来找他报仇 楚妹抱起抽了碧落一个耳光 轮不到你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战场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 却发泄在北辰王一人身上 别太可笑 拓跋肾从没受过别人的维护 有些诧异 楚妹逼问说 三年前被摧毁的天沙阁 这么快重建 要说背后没人帮你 怎么可能 楚妹将银针抵在碧落脖子上 你这般忠心 你身后的人 相信你的忠心吗 碧落叹气感叹 楚妹与拓跋肾不相上下 既然已经穷途末路 不妨告诉你 天沙阁的阁主 就是拓跋皇室的人 天沙阁阁主正是拓跋瑞 他们都是奉瑞王之命 掌控天沙阁 包括三年前的大规模刺杀 只可惜拓跋肾没死 拓跋肾问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么多 碧落笑着说 被你发现了 我就是在拖延时间啊 你们就算知道也没用了 你们出不去了 我就是要替瑞王除掉你这个后患 周围燃起了大火 环境在逐渐消失 楚妹观察着周围的真实环境 密闭的没有门窗的宫殿 这里应该是天沙阁的顶楼 碧落真是想和他们同归于尽 只能听见碧落的余生说 他们逃不掉了 楚妹捂着鼻子说 这屋中肯定有机关 但以现在大火燃烧的速度来看 根本来不及 拓跋肾扔出手中的短刀 刀背墙壁反弹回来 拓跋肾说 这墙壁不是砖石堆砌 而是整块大理石特制的 普通的墙壁会被飞刀戳出洞 宫殿的梁被烧塌了 拓跋肾带着楚妹 躲过掉落的墓迹 看着房顶的洞拓跋肾 带着楚妹逃了出去 碧落看着逃出去的二人 遗憾说 自己还是没能替阁主完成任务 寒含死 刚刚逃出的拓跋肾听到动静 正要警觉是谁 就看到裴耀廷裴少男 出现在眼前 裴耀廷禀告拓跋肾说 天沙阁的杀手已经全部诛杀 拓跋肾谢过裴耀廷 又问他们 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裴耀廷回禀说 是自己找到了裴少男 他告诉了裴耀廷 拓跋肾二人去了天沙阁的老巢 所以他们就赶过来了 裴少男看着拓跋肾怀里虚弱的楚妹 上前问他怎么了 就说 不让你来 拓跋肾把楚妹紧紧护住 不让他看回答说他没事 裴少男无奈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众人看着熊熊燃烧的天沙阁总部 既然已经剿灭 现在我们可以回去了 拓跋肾说 先回船上和大家会合 然后再一同回京 回到画坊 拓跋肾照顾着累坏了的楚妹 听着落九夜的汇报 最近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 终于能串联起来了 怕是都和锐王脱不了干系 拓跋肾笑着说 拓跋肾之前就负责朝廷的政务 买通户部亏空白银不是难事 知道各地赴税情况 更是轻而易举 落九夜回想说 控制户部亏空白银想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干了 只不过这一次被抓住了手脚 抓到户部侍郎后 就排排出了皇权灭口 拓跋肾陷入沉思 这些事是拓跋锐干得毫无疑问 但三年前呢 也是他吗 拓跋肾告诉落九夜 不要走漏风声 回京后再从长计议 落九夜笑说 锐王现在怕是坐不住了 就等他自己送上门了 睡梦中 楚妹呼喊着 让拓跋肾快跑 拓跋肾正要安慰楚妹 就听见楚妹又呼唤了另一个名字 阿静 拓跋肾一愣 又是这个名字 看来得让九夜好好查查这个人 楚妹的梦 依旧是那场大火 不同的是 这次梦的结尾拓跋肾出现了 楚妹清醒过来 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天杀阁了 拓跋肾告诉楚妹 他们已经逃出来了 楚妹赶紧问有没有人去找裴少南 听到裴少南 已经被裴耀廷带回去的消息 楚妹松了一口气 拓跋肾忍不住说 你是我的王妃 倒是如此关心裴少南 楚妹一愣 笑着问拓跋肾 这是吃醋了吗 拓跋肾嘴硬否认说 自己怎么可能吃裴少南的醋 楚妹反问那王爷究竟在生什么气 那天我落水后 无人相救 混乱中遇到裴少南 他中毒也是为了救我 我这才会多关心一下的 楚妹叹了口气 心想他 还是在生气 楚妹开口说 如今我只当裴少南是生死与共的好友 就像王爷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 你对待柯瑜如何 我从来没有半分怨言 拓跋肾转头想说些什么 就被楚妹打断说 我应该看清自己的位置 王爷喜欢的是柯瑜 真视的是柯情之 至于我 自然是比不上 拓跋肾越听越不高兴 他一把抱住楚妹稳住了他 楚妹吓了一跳 拓跋肾这是做什么